花蓮市公所执行109年度灾害防救生根第三期计划 获得内政部表扬为GEO公所 市长魏嘉贤肯定相关科室表现 透过同仁的齐心协力 总是在第一时间可以设立防灾应变中心 落实灾前整备 让灾情降到最低 民众可以受到保护 灾害防救生根计划 是一个以全国为推动范围的多年期防灾计划 花蓮市在98年至106年间 透过两期生根计划的执行 亦有效强化防救灾的能量 而新政院在106年 核定107年至111年 推动灾害防救生根第三期计划 花蓮市透过协力团队的专业指导下 持续精进灾害防救生根第一 二期计划的产出成果 并开启区域自治等新兴防灾课题 透过相关事办工作 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能力 我们今天花蓮市公所在生根计划里面 在防灾的一个部分 得到一个GU公所的一个认定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公所的统人 那有我们的建设客客长 然后民政客客长 还有我们的农官客客长 还有我们的社劳客客长 跟工程队队长 还有我们的清洁队队长 这几个单位齐心协力的 来把相关这些防灾的一个规划 做得非常的完善 那我们过去有碰到一些灾害发生的时候 这些单位都齐心协力 一起把安置灾民 然后撤离灾民 还有后续复原复建的一个工作 做得非常的落实 那也有非常充足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真心的期盼 未来有一些防灾的经验 也能够分享给其他的单位 来了解 怎么样来做第一时间的一个灾害的一个整备跟预防 花蓮市公所执行109年度 在防救生根第三期计划 或内政部表扬为GU公所 而市长维嘉贤也肯定相关客室的表现 透过同仁的齐心协力也推出多项防灾宣导及演练 并定期针对公所建筑物及消防设备进行安全检查 来确保恰攻民众及公所同仁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许丽晴 花蓮市报导